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動漫無雙 我是主持 I.A.M. 柳華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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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今天要講的是 近期和即將會上的兩套電影 分別是2012年10月23日 23日上的那一套 就是工學機動隊的Solid State Society 3D版 如果大家有看過工學的都會知道 其實這套是幾年前的一個OVA劇場 而現在是做一個3D效果的重製 因為OVA正常來說是賣碟的 現在這個你可以在戲院看 另外一套是未上畫的 30號上畫 這套大部份人年輕年期都未必看過 因為這套的原作是1964年的 簡單叫做009的 大家看那些電影 未來上映都會叫做009的 其實我們會 第一集 第一拍 我們簡單說009為主 因為大家的了解會比較少 我也不認識的 應該基本上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我印象中 曾幾何時 沒有TVB 好像播過卡通版 但我不肯定是哪一個版本 因為我記得看過 那個男主角009 當時是個賽車手 這個我不太肯定 我先講一下基本背景 因為這套已經是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因為它是由1964年 在小學館開始連載的 這個石心張太郎去畫的 它已經死了 很久了 它一到二到出那麼久 大家會聽到 譬如說動畫歷史那集 這個年代就是 Gundam 那些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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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同時 那個是日本動畫 飛的一個年代 所以在六幾年的時候 還有七九年 還有大概十年前 就是二千年頭的時候 都分段有幾次的動畫化 也有不同的其他媒體 例如出一下遊戲 出一下Drama CD 但我記憶中 其實它最終 它拍了結局 之後就正式 之後就在動畫版裡面 正式結束了009系列 最終就是 我沒有記憶 我也是聽回來的 我不是有看過 大家 最終就是 擊敗了最終敵人之後 所有人就退休 那就是回歸正常生活 我印象中我看的版本 好像是 打完最終大陸之後 他們那麼多個改造人 是回歸正常生活 是回歸正常生活 但是他不是用退休這個字眼 我假設是退休 這個問題是問得非常好的 因為其實 導演或者監督 神山見智 就是普達雙IG 大家會看過很多作品 包括東之伊甸 工學 都是出自他手筆的 都有這個相關的問題 其實上個星期 出版無雙看他的訪問 有解答類似的東西 因為這次劇場版 他所做的 就是採取了一些部分的章節 那個章節 那個章節是一個未完結局 所以跟動畫版的選出角度 是會有不同的 因為他有不同的章節 因為連續了這麼多年 所以 收取了不同的故事 所以會有些可能說 動畫版不是完了嗎 所以這個是 他自己演繹的另一個版本 新的009 所以就算大家可能看過動畫版 或者可能錄一部看過漫畫的 這個版本 都未必是你所認知的 那種結局和發展的 另外一樣特別一點的東西 這個是那個基本 工學那套是一個OVA的3D Farmer 這套009是比較特別的 都算是近年 日本的幾套全3D製作的動畫 但是 大家看過訪問 如果有看過就知道了 有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用一個3D 那其實它會不會是 一些動畫過場畫面 不是 遊戲過場畫面 或者好像FF 就是FF14那樣 那些過場畫面 那樣的 那 它是3D製作的 但是 看出來的效果 是2D 那其實詳細可以看那邊的東西 你進去戲院 你去看這套戲 那個感覺就是 你其實看這套動畫 沒有什麼大分別的 但是它很多效果上 其實它又用了一個3D的處理 這方面其實 是比較難用口去說的 這方面其實你說 是日系方面 它研發 應該衍生出來的3D的技術 其實其實 你好像說 近年大家如果見到一些類似遊戲 好像最多會見到這種技術的 就是 《Naruto 》 即是《胡隱》的遊戲 其實它在用的 都是一些3D的去見舞 但其實它的表現出來 是一種漫畫式的表現方式 其實給你那個感覺 就是 它可以做到很多 很流暢 和很多角度的動作 而它也可以保留到 有所謂的動畫的神髓在裡面 嗯 所以其實 大家不會覺得 這裡是一套遊戲的過場畫面 或者什麼 不會是一些全3D的動作 但是它是一套3D的動畫 即是 我講的不是它模組上 是 你要帶3D的眼鏡 看看立體那種動畫 3D是兩種解釋 即是 人當然有用3D modeling 但也會有一樣東西 那 講回故事先 因為大家都可能不太了解 就算你們兩位可能聽過 譬如有馬二講話 都沒有講話 證明它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可以看過 那本就怎麼講 對了 剛才 阿玲 阿玲自己已經講過 例如說 009這個系列 是一些改造人 其實改造人這個案 很難改造人 我覺得它有些是改造人 有些是機械人 我也不知道怎麼成用 因為其實它是9個人 然後他們是來著不同的國家 有些可能是法國 中國 不同國家 因為其實它的連絡背景 比較特別 所以其實有一個成員 是東德 德國還沒有合併之前 那些東西 其實 你可以說它是軍事上不同的用途 譬如說 它有一些是可以變成 機關槍大炮 噴火 應該這樣說 其實 009這套作品裡面 它裡面其實 每一個的改造人 其實它都有一種特殊能力 而主角 009就是 集 之前八個人的技術的結晶 而製造出來的最強改造人 所以它就是隊長 遲來先上岸 而我沒有記憶錯的話 009其實是有齊了 除了某部分比較特殊的能力之外 其實009有齊了前八位的一些能力 除了我記得一些獨特 好像飛行等類似的東西 好像是不會在他身上出現之外 飛行就是002了 就是這個腦 其他人 其他人一些比較共通 平常的技能 它全部都有齊 某唯一有 另一個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個1點紅在裡面 是的 003 那個是法國人 所以我的名字 我不太記得怎樣讀 不要緊 0.03就可以了 是的 剛才說了這套動畫 大家就算看新版動畫也好 一看動畫 很多時候看了這件事 看完哪個監督 看完哪個製作 聲優 這套當然 製作也是普達信IG 聲優方面 因為剛才我們講過 六幾年也有 七九年也有 然後零幾年也有 其實為了大家 感覺上 陳生健子這位監督 在東知伊甸 在工學 用什麼類型的聲優先 都幾名不經傳 老實說 算不算 可以這樣說 因為這方面 聲優專家不在 我就說不到 至少就是 不會我們平常在動畫作品上 不會見到一些很大的 甚至沒見過的聲優 是的 但他其實未必是新手 他其實很喜歡用一些 你可以說是比較實力派 是否楊華系 他比較喜歡用楊華系那邊的聲優呢 這個我就不清楚 我這個是引子 為何說這個比較特別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他的Star Flow 他的聲優表 陣容有幾豪華 特別是三位主役角色 即是 剛才你們所說 色飛的002 然後隊長的009 分別是誰呢 009就是一個非常喜歡的公野真守 哈哈哈哈 原來是公野真守 所以大家就算不知道這套話說什麼 你進去看 都會有無限的喜感 因為只要將他代入這個乾癡沙拉的形象 然後他不斷地 吃世界 這個世界 在不斷地敗放這個缺詞 你不斷地想笑的感覺 當然 但最新 那些人代入可能是K 都可以 都會覺得很好笑 總之我覺得就很好笑 這個002 這百萬米真的可惜了 就是這個小野大富 小野大富也是我的最愛 小野 小野 未夠PR 他們兩個還有 小野的中村 不好意思 哎呀 差一點 他們兩個也有在B2軍閘機上面 有一個肉體糾纏 還拆出愛火 CG0夠高 不好意思 當然 剛才我們說到 有這個1點紅 有003 大家猜一下是誰 其實猜不到 其實我看過 我忘記了 因為我買開雜誌 就是這個 齋藤千和 即是戰場員 是的 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我先撇除他們的個人感情關係 當中有些情慾成份 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看化物語 覺得這個很主公型的 齋藤千和 這個戰場員 如果有其他類型的表現 如果喜歡星優的人 也可以進去看看 齋藤千和怎麼演繹這個 只是穿著內衣的 不說了 是的 另外幾位 其實都沒有這麼亮眼 沒有這麼升級的角色 按下不表 講完這些聲優關係 其實我們講一下故事 今集的009劇場版 其實他做了一件事比較特別 他說一個叫他的聲音 不是說 即是說世界在不同地方 都有一些轟炸摩天打的 就是自殺式恐怖襲擊 是的 其實跟這個現時的世界狀況是挺特別的 然後他們這個009部隊 就去再結合集結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當中就發覺了 其他類型的相關問題 例如有些隊員會失蹤 或者有些不解之謎 然後政府又會反攻他們 戰鬥類型 或者一些謎題 或者一些世界大道 在公義的珍獸 不斷在腦敲 然後爆出一個Eva式的十字式 大光圈 飛上地球 這些東西仍然會出現 所以就算大家不知道這套話說什麼 仍然覺得值得 是給這個幾十元進去 笑一笑 一定會笑 因為公義的珍獸 其實太正了 你會見到他五分鐘獨白 不斷在說這個世界的構成 怎樣 不斷在呼援 然後呢 因為這個1964年的作品 所以他的屯服 兩位可能會知道 是一件橙紅色的衣服 加一條圍巾 你想想公義珍獸 極度喜歡 將圍巾一頸向後 然後大叫世界 因為其實你說 始終叫做 比較舊 即是比較舊年代的作品 其實你好像說 一些角色的造型 或者一些頭髮 你看到是一坨東西 有人是覺得這些已經是很outday的東西 但其實你叫做什麼呢 是給了很多一些 其實這套東西當年我以為是手蕉自從的 不是 我當年以為是 對呀 你的感覺是很像的 我不會太有型 所以其實你應該說 當年其實這套東西 其實都幾出名 因為始終它拍了很多很久 才堂王完結了 然後現在再拿回來 叫做什麼呢 其實當然在日本方面 有很多說 大過了 這些當然是拿來去懷念一下 當年的感動 當然你說香港有多少人知道呢 這件事我真的不清楚 這件事 可能很多 亦都可能不多 但是你說作為一套新戲去看 行不行的呢 你問哪方面行不行 我當一個傳 好像這樣在座 有些人完全沒有看過 我完全沒有看過 嗯 角度去看 這樣啊 會有個問題 一定有些問題 他沒有很簡單去令他知道 每個人 究竟這班人是怎樣來的 啊 或者這樣說 其實 那些西片那些 其實很多時候 一些逐集 就是再集幾多 就是什麼 冬天晚將之而出的 類似類型那些 那些東西 一大群人集 其實可不可以 當一個這樣的思路去看 你不需要去理這個人 究竟他前傳究竟做了些什麼 總之就說 這一班是一班 很有能力的人 他們再次摘劫 去面對這個世界的危機 對了 然後爆出Ever的死光 唉 不行 你這個形容我差點 少掉下來 不是的 真的有的 你們快點去戲院看 那個位置很好笑的 我覺得 突然間 有一個太空軌道 有一個Ever 十字死光爆出來 那我隨便看Ever 也就算 12月 不過沒關係 這個就 Ever 你看到很少 Ever 我公野真壽 公野真壽 公野真壽 那位置 很好笑 那位置 或者我們這個 009的部分 先說到這部分 那我們下一節 繼續去講 這個 公學的部分